在第二季度政府會以照標方式出售兩幅分別是位於啟德和屯門的住宅用地 這兩幅地合共可以興建大約是1350個單位 其中位於啟德的住宅用地 我們會要求發展商興建長者、兒童和復康服務等的社福設施 此外港鐵公司計劃就著黃竹坑站第四期物業發展的項目照標 預計可以提供大約是800個單位 再計及來自私人發展和重建項目的供應 我們估計第二季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可以提供大約是2480個單位 回顧第一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可供興建的單位數量 大約是2940個 換句話說 總結 今年首兩個季度來自不同來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應 預計合共可以供應大概是5420個單位 在商業用地方面 在第二季度政府會招標出售一幅位於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西九龍總站上蓋的商業用地 這幅用地可以提供大約是29萬4千平方米的樓面面值 也是政府近年推售的最大型的商業用地 請多多多用提供 提供師和照片 這麼多給予呢 請多多多用提供